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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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iwan belongs to China, Taiwan is part of China The Republic of China is a country Hello,大家好,我是八九 最近又有一堆小粉紅在崩潰了 发现了我们台湾可以一人一票的选举 甚至台湾是一个实质上不属于中共国圣上管理的地方 我们就别说小粉红一人一票选这个国家主席这种层面 太高大上了,对吧? 我们说比较中间层的 他们连省长、市长都选不了了 更低阶层一点的村干部、基层级别的人大代表 他们能选这些 但他们是怎么选? 大部分是校内的老师、班主任、辅导员 街道办的工作人员指定你投谁,你才能投谁 那他也会指定一些同学 少部分你投第二个候选人 但我们都知道他会落选 那我们还是要做做样子 让人民看到咱中国是民主的,是吧? 那这台湾只要你愿意,你甚至可以去参选 像是我们花恋有一个叫许愿神的人 他从我国中开始立委、议员都参加过好几次 他每次都落选,但他每次都好开心又要出来选 所以就是说不管你的能力如何 但是人人平等、人人有机会 那这个时候就是看选民的智慧了 但是啊,台湾的政府不会去限制或是不让他参选 而在中共国啊,你看你们这些小粉 每天义愤填膺的也都说什么 我们要建设祖国啊,让这个祖国更好 你批评祖国的话,你还不如去建设祖国 你们连村干部都选不上你们建设个什么祖国啊 你们连街道办数据可能都选不上了 你们建设什么祖国啊 你独立参选,来粉红们 你们那么义愤填膺,来去街上讲讲你的政见 具体怎么做,可以让中国变得更好 你说不出来啊,因为也不可能让你在街头上说啊 你在街头上说就是颠覆国家政权 我相信你们都耳濡目染 那709律师啊,就是如此 写信给人大代表团 建议他们修改一些法条的参考 就被判颠覆国家政权了 而菲律宾总统啊,也发文表示 我代表菲律宾人民祝贺赖清德当选台湾下一届的总统 他是用英文写的,但他就是用台湾President,对吧 那这是1975年菲律宾跟我国断交之后 首次公开祝贺我们啊 是把Republic of China换成了台湾 总之,不管是Republic of China还是台湾 重点是我们的President 而搞笑的是,中共开记者会痛骂菲律宾 说菲律宾玩火 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这段影片 我们正告非方,不要在台湾问题上网独 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非建交公报 立即停止在涉台问题上的错误言行 停止向台独分裂使励发出任何错误信号 我们建议马克思总统多读读书 正确了解台湾问题的来龙去脉 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 叫菲律宾总统多读书 这搞笑诶 一个国家的发言人啊,代表人啊 说出这种小孩子骂街的话 非常降低格调诶 但我相信你们不在乎对吧 而菲律宾近期啊 也是非常不爽中共 不排除他发文 注科台湾啊 是要刺激中共 为什么 中共军舰这几年啊 尤其是这几天啊 跟他的这个民间渔船啊 常常乱入 而美国跟菲律宾啊 也一直在加强联防 更搞笑的是什么呢 在台湾大选结束之后啊 美国他也庆祝台湾啦 还派了这个代表团来台湾 对吧 马上就派来 但同时啊 拜登也说了 不鼓励台湾独立 而 这个时候 中共他就是 人格分裂了你知道吗 一方面在网路上说 你看台湾人在自嗨什么啊 美国爸爸说什么 不支持台湾独立 但一方面呢 中共官方又发文 痛骂美国 请美方停止错误言论 说什么台湾总统 诶等一下 所以你是支持呢 还是你是反对呢 你说美国不鼓励台湾独立 是错误言论吗 好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大选结束之后 美国参访团马上派人来了 你就知道 这个是说给你听的对吧 所以你还开记者会 谴责美方 因为你也知道 这是说给你听的 但那些小粉红 他不知道 而我这里要说清楚 美国说的不鼓励台湾独立啊 并不是指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啊 这不用我多说 大家应该都心照不宣老 那这句话的意思是指什么呢 不鼓励台湾现阶段 主动脱离中华民国宪法 或是脱离中华民国 独立成为一个新的国家 起码现阶段 他是不希望的对吧 所以美国秉持着中共国与台湾啊 包含美国自己 三方 任一方 不得片面改变现状 而现状是什么 台湾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是美国的原则 但因为一中的关系 中华民国不被国际上承认 虽然中华民国不被国际上承认 但并不代表 这些国家认为台湾这个领土 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对吧 除非啊 这三方任一方主动改变 比如说中共要武力入侵 那就是他先改变 如果他先改变的话 我们台湾就可以变了 美国也可以来帮了 所以为什么中共至今不敢动 一直在文攻武克 一直在想要弄软实力去入侵我们 而这几天啊 国际上都在说台湾总统 台湾President 而不是Republic of China President 对吧 这第一也是为了避免 其他欧美人啊 误以为你在说 中共国 那第二点就是我刚刚前面提到的原因啦 虽然台美还没有正式的建交啦 但就问各位哈 你要去美国商业长期签证啊 或是办一些什么美国的一些资料 是不是要去AIT 那AIT名义上是一个民间机构对吧 那请问一下 民间机构为什么可以发签证 为什么民间机构会有台湾警察保护 不仅AIT啊 日本在台协会啊 泰国在台办事处等等 虽然名义上都是所谓的民间机构 但为什么都可以办什么商业签证啊 长期居留签证啊 而且会有一些警察在外面寻找 去保护对吧 那你看一下 Seven全家 或是一些外商的民间企业 甚至是陆配姐妹会这种民间团体 会不会有警察在旁边保护呢 请问他们的团体可以申请签证吗 不行嘛 所以你们就知道 AIT这些实际上就是美国在台的大使馆啊 只是他的名字不能叫做大使馆 而这跟我们花莲王2009年还是2008 具体我忘记是哪一年呢 呃总之是2010年以前啊 因为政治的原因跟他的老婆啊 花莲皇后离婚 直到2019年啊 还是2017年才复婚 对吧 那请问啊 他们离婚了这七年这八年啊 他们名义上 虽然不是夫妻 也没有法律上夫妻的义务 但他们有没有夫妻知识 该同居该同居 该吃饭该吃饭 该出游出游 该干嘛干嘛 该一起给小孩生活费 就一起给小孩生活费 也是手牵手在外面露脸公开啊 大家会说啊 你们就离婚了还在那边 不会啊 因为大家都知道你们在干嘛 你们私底下还是夫妻嘛 对吧 如果大家真的想要让我们 台湾在国际上 名义上是一个国家 请支持我们台湾内部的团结 请跟着世界反共的潮流趋势走 不要选出啊 出卖国建国造的立委 不要选那种 私下会出卖我们发展 军事国家的立委 虽然已经选上了 恭喜南投人 错吧 中共当成人坛条件 对吧 昨天那个金南老师说啦 中共是一条鲨鱼 但现在我们有一些政党啊 还觉得中共不是一条鲨鱼 中共是人 只是比较坏的人而已 只要是人就可以谈 先如今的国民党 错把中共当人 在海里面水母飘对吧 甚至放血 哎快点 中共快来跟我谈条件 你知道那个鲨鱼 肚子饿的时候一闻到血 哇 死无葬身之地 所以我真的会笑死 为什么蒋介石 蒋经国会说 不要跟中共谈 因为他们就是被这条鲨鱼 通过谈了好几次 被咬了好几次才得出了结论 你们的前辈跟你讲 不要谈不要谈 好好的壮大自己 你虽然在海里飘 中共是一条大鲨鱼 但你起码带个鱼叉 你带个这个水中的鱼枪 你带一下 你甚至看到那个附近 有那个美国日本的船 你好歹让他救你一下 你会被美国日本的 游走游走游走啦 中共片面动武收复台湾 那就是台湾名义上独立之日 对吧 这也是美国说的 不允许台湾主动独立 如果我们是被迫的 那是不一样 那剩下只有这两个极端 才可能发动战争 第一 就是把政敌肃清完毕 经济军事稳健 台湾停止军备 不被美日信任 这个时候他就会发动战争了 因为这个时候打台湾的成本 是最低的 而台湾人内部混乱 不团结 一打过去全部投降 而且你也没有武器跟我打 因为美国不卖你新的武器 因为美国卖你武器 你可能会被 这个我们国内的一些立委内奸 把美国武器的资料都送过去 哇 中国军事马上升级到另外一个境界 而大家要这样看中共 很多人可能会说 你看胡锦涛那个时候经济还不错啊 但经济还不错 为什么没打台湾 不一样啊 我们就说 我们怎么看极权国家 是看他上位的这个人 他的个性 他的性格 他童年经历了什么 不要拿胡锦涛跟圣上 去做同一个比喻 第二就是圣上把中共国搞到森林涂炭 非常多他的政敌啊 会危及到他 他只剩下打台湾这一步 真的是 别无选择只剩下这一步了 那这两个状况是相反的局面 但现在看来啊 圣上是把政敌应该就肃清的差不多了 圣上啊 他自己也把 中国经济成长数据啊 自己啊 弄一些假数据啊 冲到5.2% 反正我就是以债养债嘛 也发现火箭军跟国防部长 严重贪污腐败的事情 所以台湾怕死的人啊 赶快支持我们提升国防 与盟友们的关系啊 让中共知道你玩火必自焚的代价 想听仔细一点的细节 可以去我这支影片看 我这里不再对数了 好 而最近有一位 去马来西亚的小粉红 在课堂上发现 台湾是一个独立于中共国的国家之后 崩溃大骂马来西亚人 带大家来看一下这段 暖心的影片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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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 belongs to China 台湾 is part of China 今天我去英语学校上课的时候 老师跟我说 台湾 is a country 啊 牌上好送给我看 The Republic of China is a country OK Capital city is tiny Are you killing me 当时同学中有一个是马来西亚华人 他也不知道台湾是属于中国的 当我来马来西亚留学之后 我才感受到 有了两个国家 真的存在着彼此不了解 而被误解的情况 还有在这里 我想告诉大马的朋友们 台湾 belongs to China 会大家都有看过吧 都会很清晰的说是 中国台湾 中国香港 而且夺冠之后 播放的也都是中国的国歌 真的不想再听到 什么台湾 这个country之类的这种话了 真的感觉又被冒犯到 我这颗爱国的心 蹭蹭蹭就上来了 希望看到这条视频的小伙伴 以后能够对彼此国家 有更基本的尝试一些了解 不要再因为无知而冒犯的对方 希望世界各国有人 都能够和谐相处 我们就看 这个小粉红 什么时候可以从 骇客任务中的母体清醒 你们中国应该叫做 黑客任务吧 从那个母体清醒 我今天走到台湾 我看到他们所谓的总统府 上面是 千天百日满地红的国旗 真的就跟维基百科上 写的中华民国是一样的 竟然不是五星旗耶 因为你刚刚影片里面都是在放那个 中国台湾后面是放五星旗的吧 什么时候参加奥运 我们放义勇军进行曲 没有耶 我们没有放过义勇军进行曲 我们是放那个 中华民国的国旗歌 不一样啊 希望你那个清醒的那天 你的世界观会崩毁 哇 清醒之后 天哪 共产党骗了我 所以为什么啊 很多政客 年轻人比较容易被煽动 被洗脑 见识见得少 看得少 所以容易被煽动 容易相信那个虚构的价值观里面 等到你发现崩溃那一刻 估计你可能承受不了 会继续被骗下去 今天影片到这里就结束 喜欢记得订阅我 不相信记得一电话封锁 我是八角下 再见了 掰